周深说什么不吃土豆 但是什么 土豆丝可以 说可以吃土豆 但不吃土豆丝 对 后来人家为他为啥 他说土豆丝 什么煎的会扎坏我的脏子 看完笑说的 对 你去了环球运城吗 没去呀 钟轩你肯定特别想去 特别想去 而且我就坐在旁边 你为啥特别想去 你喜欢哈利波特 他当时欢乐鼓 一周都能去一次 我特别喜欢去游乐园 我也喜欢 但我不敢玩任何过于失重的东西 那固然车可以吗 不可以 跳楼机我可以 但固然车我不行 跳楼机可以 我 因为跳楼机是这样啊 固然车是你得到过来 我固然车可以跳楼机不太行 我不行 跳楼机不行 太吓人了 他也不是直接下来 他在中间还来回上下上下上下的 原来他口音像罗永浩老师 是是是这个口音是吗 是多少就是有一点这个口音是吗 对 是朝鲜族口音还是地方的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我总结了一下啊 黑龙江人 他就会倾向于把所有的翘蛇都说成平蛇 没有 真的绝对是 你还想跟我一起睡啊 你个别的 还想跟我一起睡觉啊 谁啊 对啊 跟谁说话呢 谁啊 跟谁说话呢 那种做得平蛇 那你们呢 我就是我们是能发翘蛇 发不出平蛇 刮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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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克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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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克尸吗 这个我们没有 对 我们就是出租车司机 然后就是黑龙江人 就是出租车司机 知道吧 知道吧 吉林人 就是介于 平蛇和翘蛇 有很难放口音 是不是 是不是 是这样的不 你看说这个四 你说它是翘蛇也不是 它是平蛇也不是 啊 你在研究语言学呢 我没啥事 研究大家东北话的不一样 今天我今天就 研究这没有用了 哎 才七点多 点个水果吃 你们俩想吃这水果吗 去一锅 来点芒果给他 还没关系 好的 毛老师 我吃它还吃剩的就行 好嘞 你瞧瞧毛老师 这就是啊 出道时间长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我酸菜那个事吗 没有啊 你讲讲 就是 我跟芬芬说过 肯定说过 我记得了 就是 当时也是 就是刚刚出道的时候 我第一个上的尊敬 然后那个时候 节目组的非常贴心 就说 我们当天要提供一顿饭 就说 准备餐食 你有什么忌口的 或者是 喜欢吃都不喜欢吃的东西 我说好像没有 他说没事 你有什么要求 我们都可以能够满足 你说你要酸菜 我说我没有什么想吃的 就说都可以 他说 那你有什么不吃的吗 我注意一下 然后我就说 我没有什么不吃的 我不吃酸菜 然后 就说好的好的 那我们知道了解了解 这样就感觉 后来第二天我去了 导演给我对本 对完之后 他就走了 那个本就留在这 有个表格 我就翻了一下 其他人表格都是空白的 就是我那期的嘉宾 只有我那期后边写 一人不吃酸菜 你知道我给我吓的 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提任何的 啥来的 哈密瓜 对哈密瓜 他是西瓜 我知道西瓜芒果是哈密瓜 记一下单组 单组 西瓜芒果哈密瓜 你记不记得去年年夜饭 对 真的 去年年夜饭 留出一份单子 每个艺人的喜好和忌口 那个就挺细的 我感觉 当时我看我都震惊了 我周深说什么不吃土豆 但是什么土豆丝可以 说可以吃土豆 但不吃土豆丝 后来人家为他为啥 他说土豆丝 煎的会扎坏我的嗓子 看完笑说的 对 你写啥玩意吗 我没有吃 你写你不吃酸菜 什么的 没有 我可长记性了